《村上春树》与《齐赫夫》这两个名字 拥有召唤全世界小众文艺经典的能力 同时也具有劝退主流大众的神奇功效 《冰口龙界》的《驾驶我的车》 不光像《新船鱼》所讲的那样 改变了《村上春树》的《驾驶我的车》 同时也吸收了它的另外两篇 充满了超现实意味的短篇小说 《木野》与《山路佐德》 又加上齐赫夫非常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戏剧《万尼亚舅舅》 通常一部电影改变一个故事还可能讲不明白 但是《冰口龙界》直接改变了两位文学作家写的四个故事 将它们优化重组 拼成了一个故事 拍成了一部三小时的电影《驾驶我的车》 无论是电影的内在故事情节与节奏 还是它外在一眼看得到的三小时时长 都使得这一部在影展大手欢迎的电影 成为了今年观影门槛最高的电影之一 但我却认为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应该看一看的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的核心 就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面对的情境 在交流失常与交流障碍中 我们要如何生活下去 毕竟《驾驶我的车》是根据四部文学作品改编 内涵复杂丰富 你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理解这部电影 但是今天的斯尼玛阿松 我们仅仅从导演手法 表演风格 故事结构 与场景选择的角度来聊聊 为什么这是一部关于交流与前行的电影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关注 解锁更多的电影深度解析哦 虽然《驾驶我的车》结合了四个故事 但是 它的主性剧情 却出乎意料地简单 戏剧演员兼导演家福 和编剧妻子相近如宾 和沐生财 一天 因为飞机污点 本该在外地的家福 突然回家 撞破了妻子 和他电视剧里的男演员高岳 上演着会被优艾腾删掉的戏码 家福没有声张 小心翼翼地走了 并继续和妻子过着 和其身材的生活与性生活 结果有一天 妻子早上说 有事想和家福谈谈 等着他晚上回家 却发现妻子因疾病去世 两年后 家福去广岛的戏剧节 排练妻子和夫的万尼亚舅舅 再次遇见了之前 和妻子外遇的年轻男演员高岳 两人因为同一个女人 逐渐发展成了 一时一有的奇妙关系 戏剧排练的阶段 主办方为家福 安排了女司机肚立接送家福 尽管家福百般不乐意 但还是被年轻女孩的 驾驶技术给折服了 司机和乘客两个人 也从无话可说 到无话不谈 最后 也相互解开了彼此的心结 驾驶我的车 出自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因为小说本身体赛短小 只有五十页左右 没有办法延伸至正常电影的市场 因此 《冰口龙界》 选取了小说集中的另外两篇 来丰富人物的特点与背景故事 小说《上罗走得》中 描写了这样一个女人 每次做完爱 就会天马行空地 为男人讲述一个个意味深长 遥遥魅惑的故事 这个女人 也就成为了电影中 家福妻子 英的角色 小说《木野》中 描述了这样一个男人 撞破妻子出轨之后 毫无交流 默默离家出走 在小说的中部 他和妻子相见 妻子说 应该在事情恶化之前 体面地结束两人的关系 而正是因为拖拖拉拉 事情才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在电影末尾 家福也为 两人没能开诚不公地 谈谈彼此的关系 会感到后悔 除了用这两则故事 为人物角色增添的细节刻画 电影中 还大量运用了万尼亚舅舅这部戏剧 来映射电影中的人物 为了更好的理解 驾驶我的车 这里我们简单交代一下万尼亚舅舅 万尼亚舅舅和他的外甥女索尼亚 常年住在乡下庄园 只有医生阿斯特罗夫偶尔来访 万尼亚非常崇拜自己的姐夫 索尼亚的父亲 谢略伯利亚克夫教授 教授在城里过着光鲜的生活 但是万尼亚和索尼亚 则日复一日中原老作 翻译著述和腾写稿子 默默地支持教授的生活与学术研究 然而 当教授带着新婚的年轻妻子 叶琳娜回到中原时 一切秩序和幻想都被打破了 万尼亚发现 教授只不过是一个 没有才华的普通人 而她却也深深地爱上了 不可得到的教授妻子 47岁的万尼亚 这时突然发现 自己之前的人生 都浪费在了这个 所谓的精神领袖上面 人生突然没有了方向 在驾驶我的车中 一直饰演万尼亚的是主角加福 而加福也和万尼亚的形象 逐渐地出现了吻合 在影片中 加福有在车中练习台词的习惯 妻子在磁带中路上去 她一边开车 一边背诵下去 当妻子决定要和她谈谈的时候 她坐在车里练习万尼亚的台词 她说我的生活迷失了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和我的爱情 应该怎么办 而在影片中部 加福似乎想要摆脱万尼亚 想要挣脱身上的无力感与迷茫感 因此 在戏剧节上 她拒绝出演万尼亚 而是把这个角色 加在了妻子生情的情人 高岳的身上 高岳本身是个年轻男人 演技也并没有突出 饰演这个迷茫的中年男人 也实在不合适 她逐渐在万尼亚舅舅的排练上 显得力不从心 有一天 高岳问了加福 为什么要给她安排这个角色 加福说了这么一句 齐和夫令人害怕 当你说她的台词的时候 她会拖拽出真正的你 我不能再屈服于这个角色了 加福似乎在想要摆脱 万尼亚这个角色之时 把这个令她感觉疲惫的角色 抢栽在高岳身上 就是希望 齐和夫可以拽出她真正的自我 令她也可以感受到 自己的迷茫与痛苦 可以说 这是加福的一种温吞的抱负 在万尼亚舅舅的结尾 万尼亚使徒枪杀教授 失败了 但在驾驶我的车中 高岳却真的打死了一个粉丝 这再一次 也是两个故事的契合之处 同时 也是加福彻底地将高岳 变成了一个万尼亚 她的抱负也成功了 高岳因此进了监狱 但是 戏剧节还是要办 The show must go on 加福最后 还是不得已地饰演了万尼亚 加福对于万尼亚 也从最开始的抗拒 实现了到最后的接受 能怎么办呢 生活只能往下走 万尼亚舅舅和驾驶我的车 有着各种各样的千丝万里的联系 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再一一展开了 伦敦西区在2020年 也重新排养了一出 不一样的万尼亚舅舅 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找来看看 万尼亚舅舅这部话剧本身 还有更加深刻的讨论 但是影片却只挑选出了 其中和故事最适合的 万尼亚的迷茫与悔恨 来进行主要的加工 而冰口龙界不只是对齐赫夫 对村上春树的其他三篇小说 也可以说是完全的魔改 冰口龙界与村上春树的合作 也是很有趣的 他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当初给村上春树写一封长信 说明自己想要几个故事的版权 村上同意了 等到了剧本修改中 冰口也是每出一个版本 就会寄给村上看 但是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回应 而等到了影片上映之后 冰口说想给村上看看影片 听听想法 还是没有回应 哪知道村上自己偷偷去看了影片 觉得还不错 而这件事 还是冰口听别人讲给他听的 他至今也没有直接得到原作者的任何评价 村上春树的这种放飞式管理 给了导演编剧 改编剧本很大的自由度 因此 他只挑选自己故事中需要的东西 放弃了村上原著中 所有充满了魔幻的元素 把驾驶我的车 写成了一个十分现实的故事 村上的原版小说中 充满了很多家福的闪回片段 描述他和出轨对象的交往 与他和妻子的婚姻生活 在电影版中 冰口龙界却放弃了所有闪回片段 用冰口龙界自己的话讲 闪回太绝对化了 当一个人在陈述当年发生的事情 没有闪回的情况下 观众都会自己挠不出各种各样的情境 人物状态 发生地点 等等等等 但是 电影中如果出现了闪回 所有的一切都被固定化了 观众的想象空间就没有了 为了不闪回 同时也为了给家福与妻子足够的相处时间 令观众在后期能够理解家福的悲伤 冰口龙界大胆地给了整部电影 一个40分钟的序幕 这也是驾驶我的车 偏长长达三小时的一个原因 看过电影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 影片在40分钟左右 突然出现了演制圆表 这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不常规了 但导演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冰口龙界认为 电影是在妻子过时之后 才真正开始 这个演制圆表算是给观众一个停息的机会 让大家整理情绪和信息 重新迎接电影的开始 序幕过后 我们也就进入到了电影的主体部分 家福一边坐车和杜丽谈心 一边和演员排戏 和演员排戏又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家福用独特的方式 为演员们导戏 另一部分是大家来自各种国家的 多语言表演方式 如果说万尼亚舅舅与三泽村上春树的故事 是由改编源头 电影中的大量戏剧演出部分 则是冰口龙界自己的人生经验输出 冰口龙界先受到美国导演约翰卡萨维迪的影响 再师从黑泽青 逐渐地开始了自己的导演生涯 但是 他在拍摄《驾驶我的车》之前 是完全没有舞台剧和戏剧经验的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 冰口对戏剧的演员与导演方式 做了很多研究 越做研究越发现 戏剧导演风格多种多样 自己也并没有研究出一个所以然 于是 他决定按照他自己的导演方法来 他更是把家福从演员变成了导演兼演员 距离自己的工作更贴近了一步 那么 冰口龙界作为导演 是怎么指导演员的呢 他会找来很多非专业演员 或者一些能够运用大量时间和他排练的演员 把大家集中在一个小屋里 从头到尾开始读剧本 从周一读到周五 读个三个月或者半年 大家也不演 就是做着照剧本念 和电影中家福的做法一模一样 因为表演的本质是反应 冰口龙界的做法 是让这些台词 印到演员心中 形成习惯 当你知道了台词之后 念了上百上千遍之后 台词就不是台词了 而是变成了演员的一部分 他们根据对方的语气 神色 状态 做出相应的反应 根据对方的感受 讲出自己的感受 用影片中家福的话讲 就是拽出真实的自己 大家比较熟悉的悬疑片导演 大卫芬奇 其实也是遵循了相似的原则 他在片场 时常让演员烈焰几十条 就是为了让演员 忘记自己在演戏 忘记他们嘴里的台词 还原真正的自己 本质来讲 芬奇和冰口的导演方式 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 冰口是在前期排练阶段 让演员不断重复 为制片省钱 而芬奇 是直接在片场 烧金废旧式了 我们曾经在 大卫芬奇的系列视频中 更加详细地 提到过他的导演风格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收看哦 像是我的车中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文化符号 就是多语言戏剧表演 演员在舞台上 讲中文 日语 手语 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 这本来是冰口龙界 另一个电影的构想 但是写着写着 就成了一个项目 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冰口龙界 独特的导演方式 和多语言戏剧的搭配 简直是天作之合 正因为他强调 多听 多看 多感受 多观察 因此 演员之间相互听不懂对方 反而是验证了 他导演方式的成功之处 影片中描写了一个韩国演员 永娥 他不能讲话 只能依靠手语 但是排练万尼亚舅舅的突破口 就是在他和另一个演员 珍妮身上 两人排练的 是万尼亚舅舅中 教室的女儿索尼亚 与教室的年轻妻子 叶琳娜 相互合起的场景 因为永娥不能发声 所以他需要用肢体接触 来获得对方的注意 甚至表达自己的情感 两人之间 依靠感受对方的内心 而产生的默契 也震动了在下面观看的 其他演员们 在影片的末尾 永娥和家福在舞台上演出 索尼亚告诉万尼亚舅舅 要生活下去 他也是围绕在家福的身边 用手语来讲给对方听 这个亲密的动作 也是他用肢体接触 表达爱意的方式 编口龙杰不止一次地 在他的影片中 对残疾人进行过刻画 对他来讲 这并不是什么政治正确的产物 而是他想要观众 加入到残疾人的文化中去 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交流方式 而交流 也是多语言戏剧这个设定中 能提炼出的另一个元素 显然易见的 影片中讲述了 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人 如何能够演绎出戏剧 但从戏剧往外延伸出去 影片本身也处处充满了交流 或者交流困境 家福与殷的女儿过世之后 殷有了每次做爱之后 都会给男人讲故事的习惯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 就是一片黑暗中 殷长篇大论地 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但他想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殷去世后 家福与秦迪高岳 反而有了几次真诚的对话 高岳甚至为家福 补完了殷的故事 他们为什么会有 如此真诚的交流 戏剧排练中 只会讲日语的高岳 和只会讲中文和英文的珍妮 搞散了一起 他们是如何交流的 杜利在接送家福的车上 两人逐渐地从无话可说 到无话不谈 两人是为什么开始交流的 而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又要回到多语言戏剧上面 在伯格曼的婚姻故事里面 女主持在评价 她两个正在吵架离婚的夫妻时 曾经提到了这么一句话 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 对于不同的人来讲 因为不同的生活背景 不同的生活经历 每个人都是个体 都在说自己的一套语言 我们的生活中 每天都在上演一场场 多语言戏剧 殷的故事 好像是她为了和女儿 或者她内心的痛苦交流 所自创的语言 家父和高岳这样两个 看似水火不容的人 能够真诚地交流 是因为他们都爱过阴 高岳和珍妮的交流 通过上床 家父和杜丽 都经历过亲人的离世 他们都在彼此了解之后 找到了那种 维系彼此关系的语言 因此 电影中的多语言 其实也是对生活中的影射 角色们从无交流 到有交流 都是通过了一个简单 而又有效的方式 多听 多看 多感受 多观察 从导演风格 到影片内核 多么完美的契合 说完了第二幕的剧院部分 我们来讲讲 《驾驶我的车》的 驾车部分 从视觉来讲 电影将书中的黄色轿车 改成了红色轿车 因为影片中 有大量的汽车行驶镜头 为了和日本的风光 进行反差 在电影中一目了然 红色 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车内谈话戏 可能是电影拍摄中 最难拍的场景之一了 因为车车那么大 又要曝光 又有摄影机 摄影机的机位 只能就前前后后那么几个 所以给导演发挥 视觉想象的空间 就被带在压缩了 但限制 也总是能够激发灵感 既然摄影机的位置改不了 就改演员的位置 家福和肚立的关系 刚刚起步 家福坐在后座 和肚立有一定距离 能够感到一种 客户老板之间的疏离感 等到两人的关系 逐渐清静 家福就坐到了 副驾驶的席位 我们能够明确 从家福的座位看出 他和斯基杜利关系的进展 小小的车内 也给了观众一丝 隐秘的感觉 在影片后半部分 高位和家福彼此之间 有了一次真诚的对话 这时 两边的镜头 都是单人的静静 在空间与镜头上 都给了两人关系 逐渐好整的印象 我们前面提到 冰口龙界最小的偶像 是美国导演卡斯维迪 他的一个影像特点 就是电影充满着 令人绝望的真实感 冰口龙界 在黑泽经的门下 学习两年 就导演的角色这个问题 进行过深深的思考 摄影机 应该是把此时此刻 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 这更像是一种 纪录片的媒介 而不是剧情片的媒介 那么 作为剧情片导演 应该如何处理 和摄影机的关系 摄影机应该摆在哪里 何时开机 何时关机 因为对于真实感的追求 和剧情片假象的恐惧 冰口龙界的镜头 总有一些观察的异味 他当然不是这种 观察感的发起人 无论是同样的日本导演 师之愈和 或者已故的杨德昌 他们都是用镜头 慢慢地观察角色之间的情感 这种安静内敛的镜像语言 可能是东方导演 所具有的独特影像哲学吧 在驾驶我的车中 这种观察式镜头 也到处都是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汽车行驶的时候 电影中 真是花了大量时间 为表现汽车在路上开来开去 东京街头 东京去广岛的路程 广岛街头 从广岛去杜立家乡的路程 我上次看到这么多开车镜头 还是在阿巴斯的 《樱桃的滋味》里面 冰口龙界也承认 自己在汽车场景中 接近了樱桃的滋味的视觉手法 在《樱桃的滋味》中 主人公想要找一个人 为自己埋葬 但是兜兜转转都找不到人 大量的汽车行驶镜头 也是体现了这种 无锈无止的寻找 而到了《驾驶我的车》中 这些镜头又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镜头 就给了观众一个启发 妻子去世后 车轮逐渐叠化成 他录音的磁带 即使车子在向前 但也还是像磁带一样 多多转转 又回到了老路 电影中 大量汽车行驶的场景 其实都是暗示了 无论是家福还是肚立 都好像磁带一样 一圈圈地追一过去的时光 生活在原地打转 并没有向前 家福在影片中 对磁带与汽车都充满了执着 也是他困在和妻子的关系中 没能向前走 在他和杜丽的交流中 他逐渐地不再听磁带 最后 更是干脆连车子都送给了他 也是导演用两个符号 来暗示了家福 终于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最后不得不提到 就是本篇的主要拍摄地 广岛 这个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地点 在影片开发阶段 并口龙界本来想在韩国釜山 这个富有影视文化的地点 来拍摄这部电影 但是因为新冠疫情 跨国拍摄成了幻想 主创团队只能在日本寻找拍摄地 因为美丽的风景 拥有漂亮的剧院 城市对比东京等地相对空闲 再加上本地有更好的影视项目 广岛胜出了 但这起初非常不经意的选择 却给了驾驶我的车 另一种文化思考 众所周知 广岛在二战中受到了重创 一度成为了废墟 但是在电影中的广岛 却充满了生机 一眼望去 几乎无法看到 二战时留下的创伤 但冰口龙界 却用了下面两个地点 来提醒这座城市的伤疤 一个是杜利喜欢的垃圾处理站 另一个是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冰口龙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过 这两个地点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 垃圾处理站 是一个意图很强的符号 导演也直接用色彩 来强调这种符号 与影片整体的蓝色冷军的 颜色风格相对比 垃圾处理站的色彩 更加昏黄热烈 他的繁忙 代表了城市 也回归了繁荣 他代表了一种隐瞒的生命力 扯说出 人在受到重大的灾难与挫折之后 还会重生 这也是象征了电影中的几个角色 演员家福 司机杜里 韩国首位演员永娥 甚至年轻演员高岳 其实他们的生活中 都充满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 都在他们的内心留下了废墟 但是他们还是会往下走的 往下走 也是广岛另一个地点 和冰纪念公园 所云含的意义 对于导演来讲 这个公园 是历史的产物 他一直在那里 即使提醒着人们过去 也是在鞭策大家向前看 影片最后 家福和杜丽 也都向前看了 家福将自己的宝贝机车 给了杜丽 杜丽也开着车去了韩国 这个冰口龙界 最早的心愿拍摄地 冰口龙界在采访的时候笑谈 有人看过电影之后 对于影片的结尾非常不满意 还评价 如果影片没有最后一场戏 只停在最后剧院上演 万尼亚舅舅 就完美了 冰口龙界的回答是 如果影片停在剧院演出 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他反倒是想要一种 所谓的不完美 周克雪和他追求 记录性的现实质感 是相通的 太完美 就太过于设计 不完美 则更像真实的生活 保持了这种生活的质感 一切意向与情感 就显得更加有示意了 冰口龙界随后 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影片名字叫做 《驾驶我的车》 这里的我是谁呢 是家福还是杜丽呢 导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能靠我们自己思考了 欢迎大家 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踊跃讨论 作家高尔基 曾经评价齐和夫 万尼亚舅舅 是新的戏剧艺术 在这里 现实主义成为了激动人心 和深思熟虑的象征 别人的剧本 不可能把人从现实生活 抽象到哲学概括 而您的剧本 做得到 《驾驶我的车》 融合了 外在和内在 都有一层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与感受 可能是为了迎合广大观众的审美体验 也可能《冰口龙界》 本身是一个想要积极生活的人 《驾驶我的车》 在结尾 似乎有一种乱吞鸡汤的感觉 但这些缺陷 并不能影响这部电影 成为近几年最好的电影之一 借用一句高尔基的话 就是《冰口龙界》作为导演 在驾驶我的车中 对电影做出了形式与内容上的探索 把电影变成了一项激动人心 和深思熟虑的影像哲学 好了 《彩虹P》就吹到这里了 今天的视频也就接近尾声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 收藏 转发 也去吹我们的彩虹P 让更多人发现我们 斯尼玛拉松 我们下期见